去到1.2 importance of implementation planning 这里提及密工理理理事件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基于 Humorityанные 诸心公司会很含有关 在寄і紹的管理事件之前也已经提及了 其實你會看到旁邊的項目其實都會是跟你之前在Planning看到的都很相似的 譬如說Assess the Present and Predict the Future of Man-Planets 即是Present的Man-Planets和Future的Man-Planets 這個其實都是跟之前如果你有印象在說Planning的重要性 即是有一個項目是說可以幫你去Present那個Threads 然後去come up with solutions 其實這個項目是差不多的 這個項目其實都是類似的 這個項目的重點會放在說 你那個現在或者Future的Man-Planets是甚麼呢 那最重要呢其實就是come up with一個Follow up 這裡最重要就是在說那個位置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Follow up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那我轉一轉個顏色 即是你記得一定要有一個Follow up Plan 而這個Follow up的Plan呢 而這個Follow up的Plan呢 其實是cater to回你那個Man-Planets的 那譬如可能是你知道那個Man-Planets呢 即是可能現在或者未來你是會有一個Sortage的 舉個例子 Sortage就是不教人啦 那於是你衍生出來那個Needs OK 他現在的Follow up Plan呢 那呢 就會是用這個Requipment 對不對 因為你要Requip 一些新的人回來 那我可能又或者你會有一些 某一些Skills的Sortage 可能你會做一些Training 都還未頂的OK 那所以呢 你最重要是適合一個相關的例子 進去做一個解釋吧 好了 那去到第二個了 第二個來說呢 它就有一個Base 那Base這個很重要啦 就是For Other的HR Functions 那這裡說的呢 就是剛才可能 我們說做 你知道有一些事情發生了 那可能這個是Base on這個Plan呢 我們去做一些其他Follow up的事情 那 舉個例子啦 可能未必一定是Sortage的 那其實可以調轉另一個 可以用Sortage都可以的 不過我用另一個例子和大家說 譬如可能呢 今次呢 就說有Sortage 都是Man Power Sortage 那 那或者未必我們用Sortage 那可能我們今次呢 其實是需要 嗯 做一些Recruitment的 做一些Recruitment的 做一些Recruitment 那這個Recruitment來講 我們怎樣可以增加到那個Recruitment 或者那個Response Rate呢 我們說就是 叫做一個的 嗯 回應度呢 那可能你就 啊我可能今次 出的時候 好 那如果你想增加那個 Recruitment的Response Rate的話呢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這個很明顯呢 就是應該 你看回 啊那原來因為我們要 多些Response Rate 那可能你在職位上呢 就要做一些的Compensation上面 可能你就要 做得好些了 那可能你會 啊這個Job 那個Welfare呢 就會是 要提高一些的 那這樣 可能這個呢 就跟那個Refunctions 這件事呢 就貫穿了 OK 行不行 好 那我們去到第三項了 第三項呢 主要呢 就會是說回 Compile with Regulations 那Regulations 很明顯我們 跟Regulations 最大的關係一定 就是在說一些 努力法 就是一些 勞工的法例 那努力法來講呢 通常我們說呢 有可能是關於這個 Employee Compensation Ordinance 那Employee Compensation Ordinance 就是 說這個 Ordinance Oh sorry 對啦 那就是 勞工的福利的 條例了 那可能他有些說了什麼 可能是關於Pay Leave 那又或者可能說關於一些 你那個應該那個勞工應該給幾千人工 諸如此類 那這個呢都是關於 所以當你做過Planning的時候都要去考慮 又或者我們現在都經常會有Adjustment 就是譬如那個Manimum Wages 那這個呢都是我們經常都Adjust 那所以你由於Adjustment的時候 都是需要去做一個新的Planning 然後去調整你員工的那個人工的 那去到最後一項了 最後一項就是關於Adjustment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那這個呢就是跟外在那個影響有關 那譬如說可能是 我們很常說現在最新一定是說一些AI 是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究竟AI會怎樣去影響到我們那個 Manpower呢? 那譬如Manpower特別是在那個 Job的requirement那裡 那究竟有些什麼的影響呢? 那這個呢都是有留意 譬如可能由於AI多了的時候 那究竟會不會在聘請少人呢? 人力上面又少了呢? 又或者可能是你工種的要求改變了 可能以前是未必需要IT 懂得那麼多 第二可能要IT 那樣的例子 譬如可能是一些Investment Bank JP Morgan 那他們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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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說整間公司 舊時呢 可能是需要多些人 做一些Investment 的Trading Traders 那些叫做 教育員 那現在可能很多時候呢 人力又要少 變相 轉去多一些Engineer 即是一些 Finance Engineering 的人才那邊 要多一些去做一些Model 或者做一些Product 需要這一方面的人才 或者說一些Bord Chain OK 那所以 都會在整個 Environmental Changes的時候呢 都會影響到 對於勞工的 那個 要求或者那個 我們需要的供應 上面 其實都會有改變 那所以 我們為什麼要 做Man Power Planning來講呢 就是要 調整一下 去Response to 你的Environmental Changes OK